為何abstoolette 出身滑 當然從八幾年到今日 由小朋友去做廣告公司的藝圃家 到今日 都看了很多關於他的 和藝術家設計師 和時裝設計師所合作的一些工作 當然第一次來香港 當然很榮幸 他選擇我的原因 他知道我的個人工作 我的創作是關於本土的精神特色 《紅白藍》這個故事其實都不是第一次做的 2001年開始 因為我們的政治低迷 所有社會的氣氛很負面 我就選擇了這個很堅強的材料 也參與香港任何國內的材料 意味著我們六七十年代有的一個特性 就是大家向前勤力奮鬥 就不問一個結果 希望明天會好一點 那種正面積極態度 我這次和Absolute Brand的博士上寫了四個字 就是二心見家 我希望大家如何用一個很善思 很真心去處理我們一個很大的家庭 即是香港是我家的感覺 是我想再見回來的 在整個示範單位裡 其實總括了我過去十年 有不同年代的工作 例如這個花瓶是比較近年 用紅白藍一張一張紅白藍搭成的 其實我不是一個很當代 或者是一個很古代的人 其實我到底是一個很傳統的人 即是走過荷里活 看過明朝清朝的瓷器 那些青花瓷器 是我的心意 所以有一年我做了一個創意 就是用我身間的紅白藍 就和我當年的瓷器花瓶 就做了一個Cores Over 聘合了當時香港十八區 每一區的地盤和搜集回來的 我找回來之後拼貼成這張畫 即是意味著整體香港輕健身 終於有一個感覺 除了我自己的心願 香港精神的正元積結之外 介紹一個城市給國際大家看 在這個art fair的 occasion 或者在absolute的世界裡 都是我覺得應該值得做的